妈妈把资助的贫困声接到家里来住 她吃我的,用我的,穿我的 变得越来越像我 直到有一天,妈妈搂着她,将我赶出家门 我对你的资助结束了,请你离开我们家 我冲到镜子前,发现自己竟变成了柳眠的模样 柳眠偷走了我的人生 睁开眼,我重生到了柳眠来我们家之前 小伙伴们,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每天更新完结全文,开始进入正文 小英,妈妈资助的那个柳眠,想来家里借助几天 吃饭时,我妈轻描淡写的提议 我夹菜的手一顿,果断拒绝,不行 小时我体弱多病,妈妈听说多多善事 可以积累福报 为保佑我身体健康,她便开始资助贫困学生 贫困地区的小孩很多读完初中 就会放弃学业,务功谋生 柳眠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个 她和我一样,马上就要高考了 慈善机构的志愿者们过一段时间 就会把柳眠的境况和照片发给我妈 我妈时常感慨,她看着柳眠长大 柳眠仿佛是她第二个女儿 你这孩子,怎么不能体谅一下别人 柳眠马上就要高考了 她家里那种情况,怎么能安心学习 妈妈放下筷子,不太高兴 柳眠的母亲生下她后就跑了 父亲整日游手好闲 她好赌食酒,喝多了总是打柳眠 但我不能让柳眠住到家里来 因为上一次,她偷走了我的人生 我很掐了一把自己,挤出几滴眼泪 妈,这都要高考了,我很焦虑 家里住进陌生人我不习惯,影响学习状态 高考是大,我妈妥协了 我松了口气 睡前去厕所时,路过我妈房间 她正在打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女孩气不成声 阿姨,我求求你,我爸偏偏打我 不让我学习,我想参加高考,我想读书 我妈犹豫着,绵绵,我家小莹今年也要高考了 我怕她受影响 阿姨,我保证我很听话,不会打扰到莹莹姐的 抱歉不能让你住到家里来 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我妈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善良的有些过头 上一世,我没有反对她把柳眠接过来 柳眠在我家,吃我的,汤我的,用我的 她一举一动都在模仿我 甚至连长相都越来越像我 我每天对着柳眠那张和我笑似的脸 只觉得毛骨悚然 妈妈对此却浑然不觉 她对柳眠越来越好,好的像亲生女儿 高考结束后,我哭着要求妈妈把柳眠送走 她答应了 可是第二天,她搂着柳眠,叫她小莹 然后冷着脸对我说 我对你的资助结束了,请你离开我们家 我冲到镜子前,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柳眠的模样 柳眠偷走了我的人生 她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幸福,前途光明的唐青影 而我被她的毒鬼爸爸绑回老家 要去换彩里做赌资 我在路上跳车逃跑,滚落山崖 睁开眼,我重生到了柳眠来我们家之前 我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柳眠 周末,妈妈带我去逛商场放松 回家时,走到小区门口 一个黑瘦的人影突然扑了过来 她跪在地上,抱着我妈的腿哭喊 求阿姨救救我,我想参加高考,我不想回去 场面壮观,路过的人群纷纷围了过来 我妈吓了一跳,看清她的脸后 惊讶到,绵绵,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柳眠抹了把眼泪,在脸上抹出两道黑印子 她止住抽烟,我求这人家姐姐告诉我的 阿姨,只有您能救我了 她撸起袖子,展示手臂上大块的瘀青 我爸比我去嫁人,我不愿意,她就要打死我 阿姨,这些年谢谢您资助我,我无以为报 我求求您,再帮我一次,让我在您家住几天好吗 我想参加高考,我想摆脱这样的人生 我在您家可以当保姆,做家务,什么都可以干 求求您,她突然开始框框磕头 我妈只好先扶住她,为难地看向我 围观的人群议论起来 天哪,这小姑娘好可怜啊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好努力的小孩 不过就是住几天嘛,多她一个也吃不了几口饭 你就好人帮到底吧 我说说这话的老太太翻了个白眼 您这么好心,不如把她接到您家去住 我家有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孙子,没有空房间的吗 老太太喋喋不休,你这小姑娘,怎么这样说话 老师有没有教过你,做人要善良 柳棉含着泪水的眼睛朝我望了过来 她挪着膝盖,爬到我腿边,抱着我的小腿 姐姐,求求你,我止住两个月,考完考试 我就搬出去,打工养活自己 我讥讽地看着她,说得好听 她止住两个月,就会把我赶出去 为什么现在不能去打工 虎有凿壁脱光,囊移硬血 你这么努力,学习的同时间一份值养活自己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围观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 这小姑娘是不知人间几苦吧 她就是出生好,要我说,一点也比不上人家 小孩当,娇出的小孩这么刻薄 柳棉抬头偷偷去了我一眼 嘴角闪过一抹得逞的微笑 重活一世,我早就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 但我妈受不住道德绑架 她忙扶起柳棉,替她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 又捡起她的那包行李,让我帮忙拿着 绵绵,还没吃饭吧,走,先去阿姨家 她牵起柳棉的手,领着她回了屋 一边吩咐阿姨多做几个菜 一边招呼柳棉去洗澡 洗发水沐浴露什么的,你先用点小银的 你有毛巾吗 柳棉从她的包裹里翻出一条破洞发黄的毛巾 她的行李散了一地,都是我以前穿过的旧衣服 我妈心疼的给她找出两条新毛巾 那条先扔了,你用新的吧 她想起什么,又问,绵绵,你有睡衣吗 柳棉怯怯的摇摇头 我妈把今天我刚买的新睡衣递给她 你先穿小银的吧 柳棉接过睡衣,冲我甜甜一笑 谢谢阿姨,谢谢姐姐 她洗完澡,她对我最爱穿的拖鞋走到餐厅 见我盯着她的脚,她缩了缩脚趾 惶恐地看向我妈,阿姨,我可以穿这个吗 我妈连忙宽慰,当然可以 绵绵,别拘束,把这里当自己嫁 我刚想说话,我妈狠狠瞪了我一眼 菜上齐了,阿姨招呼大家吃饭 她看到柳棉,笑着打趣 刚刚还不觉得,绵绵换上小银的衣服后 乍一看,两人还有点相像呢 我身上的汗毛,陡然立了起来 柳棉还是成功在我家住下了 周一早上我去学校上课 在门口换鞋时,她满脸羡慕 我也好想去上学呀,还有好多题不会呢 我妈几乎要抹眼泪了 绵绵好努力,不像你盈盈姐 一点也不知道珍惜 我重重摔上家门 课堂上,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满脑子都是柳棉 上辈子,柳棉住进我家后 起初我并没有什么意见 但她总是各种挑衅 我多番忍让,她反而变本加厉 忍无可忍之下 我把这一切告诉我妈 我和我妈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高考结束那天,我被人绑架 我妈用两百万换毁了我 我怀疑这件事和柳棉有关 要求我妈把她送走 我妈刚答应,第二天,柳棉就成了我 这辈子重生后 为了防止这一切重演 我搜集了很多信息 虽然没有找到具体实施方法 但有一本古籍记载 类似巫术都必须双方的鲜血作为媒介 现在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自己搬出去 或者把柳棉赶出我家 只要避开柳棉 她无法获得我的鲜血 自然也无法窃取我的人生 但想到上辈子自己最后的遭遇 我不想轻易放过她 能将仇报的人活在阳光下 善良的人却身在地狱 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那个绑架我的匪徒 上辈子她消耗法外 这辈子我要把她绳之以法 我选择反击 回到家,打开门 一片欢声笑语 柳棉在弹我的钢琴 那架钢琴是爸爸给我买的十岁生日礼物 前年爸爸生病去世之后 我再没有碰过琴 柳棉并不会弹琴 她胡乱戳着琴键 蹦出一串不成调的音符 阿姨,我弹得怎么样 她满脸期待 我妈煞有介绍的鼓掌 棉棉真有天分 比小莹第一次弹要好多了 柳棉抚摸着钢琴 遗憾极了 如果我也有一台钢琴就好了 我妈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这琴小莹平常也不弹 等你考完高考 阿姨就送给你 柳棉划着琴凳 靠到我妈身边 小心翼翼问 每次都很难过 但我总劝自己 柳棉的人生都那么不幸了 我还和她计较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 她的不幸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忍耐 我丢下书包 走过去 一把将柳棉从琴凳上扯了下来 谁允许你动我的琴 柳棉呆住了 她求助地看向我妈 我妈愣了一愣 拧起眉头 这么好的钢琴放着吃灰太可惜了 让绵绵弹一下又怎么了 她不能碰我的琴 我咬着牙重复 柳棉眼圈一红 眼泪叙事待发 她又要装可怜了 于是我抢先一步哭了起来 妈妈 你难道忘记了吗 这是爸爸送我的礼物 爸爸走后 我每次弹琴都会伤心 我不想让别人碰我的琴 我可太了解我妈心软着有毛病了 提起爸爸 我妈瞬间就共情了 她把我搂在怀里 和我哭作一团 对不起宝贝 妈妈让你伤心了 妈妈以后会注意的 柳棉站在一旁 明显是个外人 她的眼泪降落未落 显得有些局促 在旁边颤声说 对不起干妈 我没想到 都是我的错 我妈沉浸在悲伤里 没有听见 我偏过头去 冲她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她楚楚可怜的表情垮了下去 眼睛里闪过一丝阴狠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一瞬间收住了表情 灰扑扑的脸上 绽放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她一定是想到了 窃取我命运的那个巫术 吃完饭 柳棉洋装要洗碗 我妈拦住了她 放着别动 绵绵 时间紧迫 快去学习吧 柳棉手里的碗已经放下了 仍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干妈 洗碗不用多长时间的 哎 妈 您别为难绵绵呀 我阴阳怪气地劝道 绵绵在我们家白吃白住 肯定很不好意思 您让她干些活 住得才心安 我的傻白天妈妈想了想 觉得很有道理 是我考虑不周到 绵绵 那你去洗吧 她看了一眼满桌狼藉 又叫我 小莹 你帮着绵绵收拾一下吧 我端着碗盘走向厨房 柳棉跟在我身后 突然她惊叫一声 我侧过头 余光瞥见她手里的碗盘 飞了出去 人也朝我撞过来 上辈子 柳棉就是这样让我受伤 拿到了我的血 我当机立断 丢掉了手里的碗盘 扶住了旁边的酒柜 柳棉双手撑着我的后背 眼里闪过一丝遗憾 而我转过身 反手狠狠推了她一把 我妈听到想动后奔进厨房 柳棉正跪在地上 膝盖和手掌 扎进了几块碎瓷片 血鼓鼓涌出 她前对眼泪 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盈盈姐为什么要推我 我也大惊失色 小盈 不是你滑倒撞到了我吗 我走在你前面 还端着盘子 怎么腾出手推你呢 我随即恍然大悟 绵绵啊 碎几个盘子不要紧 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会怪你的 不会让你赔钱的 我妈赶紧把她扶起来 善解人意道 小盈说得对 碗盘不值几个钱 绵绵别怕 不要为这点小事撒谎 没事的呀 我们先处理伤口吧 柳棉有口难辨 咬着嘴唇 眼泪速速滚落 委屈极了 谢谢干妈 怎么听 怎么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 我妈拿来医药箱 我自告奋勇 帮柳棉清理伤口 手倾斜 我妈叮嘱 我点着头 故意用镊子夹住瓷片 左右晃了晃 柳棉疼得倒抽一口冷气 她忍着痛 声音都带了点哭腔 盈盈姐 要不我自己来吧 我摇摇头 一副关切的模样 你看你手上都有伤呢 还是我来吧 我再轻一点 柳棉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唐清莹 你故意的吧 我蹲在她脚边 用力拔出扎进膝盖里的瓷片 她身子一颤 抬头对上她阴沉的目光 我笑了一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主意 我用唇形缓慢道 做梦 月底 妈妈带我回爷爷奶奶家住几天 临走时 我妈叮嘱柳棉 绵绵 你就安心在家住着 好好学习 吃喝都有阿姨照应 我们下周一回来 她乖巧弟点点头 趁我们挥手 大妈再见 盈盈姐再见 周日晚上 我以旺带作业为由 提前回家 住家阿姨周日休息一天 家里只有柳棉一人 整栋屋子灯火通明 客厅不见柳棉的人影 我来到自己的卧室门口 里面传来舒缓的音乐声 轻轻推开门 柳棉正惬意地躺在我的床上 穿着我的睡衣 脸上敷着我的面膜 桌上我的化妆品护肤散落一片 衣柜里的衣服 也都凌乱地堆跌在地上 她屈着膝 脚下踩着我的毛龙兔子 撵来撵去 但是五岁时 我和爸妈第一次分房睡 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影影 自己睡不怕哦 有小兔子陪着你呢 我的宝贝最勇敢了 兔子先生会魔法的哦 大灰狼如果来抓我们影影 兔子先生一拳就会把她打飞 她和爸爸一样 都会保护影影 爸爸坐在床边 握着毛龙兔子软呼呼的胳膊 摆了个出拳的姿势 把我逗得哥哥直笑 很多个夜晚 我盯着窗外摇曳的树影 吓得不敢睡觉时 就会抱紧兔子 毛龙兔子洗过很多次 早就褪色老旧了 但我舍不得丢掉她 爸爸生病去世后 我抱着她 就好像爸爸仍在 给我讲故事 哄我睡觉 柳眠不是我 她怎么会懂呢 你怎么回来了 柳眠看到我 惊慌地从床上坐起身 她往我身后瞄了一眼 没看到我妈 松了口气 往后一靠 仍赖在床上 影影姐 你的房间住得比客房舒服多了 干妈还是偏心啊 这么多好东西 也不舍得给我用 她看了一眼 桌上的护肤品 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些很贵吧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衣服 这些衣服都很好看 只是可惜 可惜你穿不上 我嘲讽地笑起来 或许是因为营养不良 柳眠的身量 比我矮了近20厘米 是啊 她叹息一声 干妈把你不要的 就衣服寄给我 可是不合身的衣服 穿得总有人笑话 我妈记得那些衣服 大多我都只试了试 基本是崭新的 的确没有考虑她的尺码 可是 凭什么要考虑呢 凭什么我们家 保障她的温饱 资助她读书学习 就因为没有把她 当作亲生女儿对待 反受埋怨 人不能把别人的善意 当作理所当然 我冷声道 下来 她惬意地伸了的懒腰 从床上慢腾腾挪下来 眯起眼睛 冲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别急呀姨姨姐 迟早有一天 这些都会是我的 我已在门边 转了转手里的手机 笑容真挚 你猜 我妈听到这些话 会怎么想 上一时 我周一才回家 发觉房间里的东西 明显被人动过 毛龙兔子上 也破了个大洞 我把柳棉拽到我妈面前 问她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柳棉搅着手指 可怜巴巴 我只是想帮姨姨 收拾一下房间 那个兔子 我没想到她一碰就坏了 我妈板着脸教育我 你的房间那么乱 棉棉也是好心 我无助地吼道 她就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不信我呢 够了 我妈少见地呵斥我 不要对棉棉有那么大的敌意 她那么不容易 我妈走后 柳棉立刻变了脸色 她得意地笑着 附在我耳边 像蛇吞吐着杏子 凭什么 你可以过得这么好 但这次百口莫辨的 成了柳棉 收到我发过去的视频 我妈连夜赶回了家 柳棉已经在客厅等着了 没等我妈说话 她的眼泪已经先发致人 干妈 对不起 我不该乱动姨姨姐的东西的 因为证据确凿 她这次没有狡辩 抽烟着博取我妈同情 我只是 太羡慕姨姨姐了 柳棉声泪俱下地 讲述她的心路历程 大概十岁的时候 志愿者带着柳棉 来我们家拜年 当时爸爸正在教我弹钢琴 妈妈在一边织围巾 志愿者领着她进门时 我从钢琴凳上跳下来 跑到她身前 好奇地打量她 妈妈 这小妹妹是谁呀 柳棉只比我小两个月 但她太瘦小了 竟像是比我小了两三岁 屋外寒气逼人 屋内却温暖如春 我穿着洁白的蕾丝公主裙 漂亮得像是童话里的公主 柳棉却裹着棉袄 热得满头是汗 这是她最新的外套了 她不敢脱下来 露出里面全是破洞的毛衣 她羡慕地看着我身上的裙子 她没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因为白色不耐脏 在地里种点菜 去灶台上烧个饭 再被爸爸踹两脚 就会变成破抹布 盈盈 这是棉妹妹妹 带她一起去玩会吧 我妈蹲下来鼓励我 我听话地朝柳棉伸出手去 她却缩进志愿者怀里 因为她的手上全是溃烂的洞窗 指甲缝里也是泥 志愿者不好意思地解释 这孩子有些内向 她粗暴地推了柳棉一把 快叫盈盈姐 柳棉细声吸气地叫了声盈盈姐 但她口音太重 我没听懂 那一刻 她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爸妈带着柳棉参观我们家 干净的地板 洁白的墙面 晶莹的灯具 宽大的沙发 还有巨大的电视屏幕 她都是第一次见 来到我的房间时 她对着罩着粉色沙帘的公主床 挂满衣柜的漂亮衣服 满床的芭比娃娃和玩偶 看直了眼睛 饭前 我爸温生叫她认钢琴琴剑 握着她的手 在钢琴上奏起优美的音乐 我妈把织好的围巾围在她脖子上 软乎又暖和 走的时候 柳棉恋恋不舍 从那一天起 她毕生的愿望就是变成我 柳棉家里的生活和我家天差地别 去我家的经历仿佛一场幻梦 柳棉围着我妈织的毛巾 穿着我妈让她带回去的衣服 找了块木板 拿木炭在上面画出琴剑 她努力模仿着我弹琴的样子 指尖敲在木板上 嘴里哼出听到的曲调 哼 一声 家里的木门被踹开 烂醉如泥的爸爸回来了 柳棉急忙把木板往床下塞 但还是晚了一步 爸爸看了一眼空荡荡的灶台 从她手里抢过木板 踏成碎片丢进灶里 小剑蹄子 怎么还不做饭 你又皮痒了 柳棉低着头不敢反抗 男人的目光落到她的围巾上 去了趟城里 就当自己是大小节了 她从她脖子上扯下围巾 柳棉死死拽住一端 不肯撒手 男人狠狠伤了她一巴掌 又踹了她一脚 柳棉只好松了手 努力全缩起身子 在她的拳脚下护住要害 男人打累了 从屋里翻出一把剪刀 嘴里喷吐着乌烟汇雨 去你妈的 小江货 和你妈一样 当大城市多好呢 烂在这山沟里吧 她把围巾剪成碎线头 扔向柳棉 又抄起胃猪的干水桶 抱了她一身 然后她倒头呼呼睡去 柳棉哭着在结冰的池水里 清洗身上的污秽 冷得刺骨 她哆嗦着 想杀了爸爸 但是不敢 想跳进水里自杀 仍然不敢 她只好开始努力学习 盼望着有一天能离开这里 来干妈家那天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父母的爱 柳棉自嘲地弯了弯嘴角 可惜不是我的父母 听柳棉说完了自己的故事 我妈把她拉到身旁坐下 叹息了一声 真是苦了你了 她先反思了一下 也觉得自己没有做好 绵绵 把小营的衣服给你穿 没考虑到尺寸问题 说我想得不周到 对不起了 但我妈虽然善良的有些圣母 还没到彻底糊涂的地步 视频里盼若两人的柳棉 还是让我妈感觉不太舒服 她皱了皱眉 又不好 把话说得太重 绵绵 我保证你在我家肯定能吃好住好 但是今天的事情 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了 如毒蛇在我脸上游走 唐轻盈 你怎么会知道 我冲她微微一笑 故意挑衅柳棉 爹不疼娘不爱 你是不是疯狂嫉妒我 怎么 就只有这么一点手段 柳棉还算清秀的五官 一瞬间有些扭曲 捏紧了拳头 哟 我继续嘲讽 这就破防了呀 她深吸了一口气 低下头 阴影遮住了她半张脸 只露出嘴角一点诡异的弧度 离高考还有半个月 我终于在一个桥洞下 找到了想找的人 一个身材瘦小 拉里拉他的流浪汉 正蹲在水边 啃着半个硬邦邦的馒头 怨不下去时 就喝一口发臭的河水 我走到她身边 她身子一缩 梳得抬起头 额发盖住了 左边空洞的眼窝 另一只完好的眼睛 警惕地盯着我 她脸上轻一块子一块 显然刚挨过打 我鼻子一酸 忍住眼泪 蹲下身子 看着她的眼睛 你想过的好一点吗 她茫然地点点头 我朝她伸出手 小慧 跟我走吧 她争装地看了我半晌 迟疑到 我们是不是认识 上辈子 柳棉变成我后 我被赶出家门 身无分文 流落街头 晚上我只能睡在ATM旁 但我不知道 那是流浪汉的地盘 挨了一顿毒打 我蜷缩在桥洞下 又饿又痛之际 有个跛脚的瘦小流浪汉 就给我半块面包 半瓶矿泉水 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吃吧 她哑着嗓子 眼瞼一概 我和这个流浪汉熟了起来 她也和我差不多年纪 小时候被重男轻女的家里人 卖给了人贩子 人贩子把她又卖给了乞丐组织 乞丐组织训练她 去偷别人东西 她不肯 他们打断了她一条腿 又弄瞎了她一只眼 逼她上街乞讨 她不愿意抱着行人的腿 求施舌 总是交不上份子钱 挨了很多顿打后 她趁着钉烧的人不注意 跑了出来 一直流浪到这儿 平常靠翻垃圾桶为生 告诉你一个别人 都不知道的秘密 她捡到一个烂苹果 把坏的部分吃掉 剩下好的一半递给我 冲我眨眨眼睛 我有名字 我叫小慧 她教了我很多 诸如在哪里的垃圾桶 可以找到更干净的食物 之类的生存技巧 末了又说 你好手好脚的 怎么不去打工挣钱 指了指自己残损的眼睛 和博罗的腿 像我这样的 都没人要 于是我便去找了个 不卡年龄和学历的黑厂打工 拿到工资后 我租下一个稍微像样些的住所 把小慧接了过来 以后不用去流浪了 我负责挣钱 你负责买菜 做我俩的饭 这样的日子过了俩月 暑假过去了 到了新生开学的时间 柳眠继承了我的高考分数 去了我最想去的大学 我回了趟家 躲在阴暗的角落 看妈妈把大包小包的东西 装进后备箱 爷爷奶奶也来了 他们不住往柳眠手里塞钱 叮嘱她照顾好自己 全家人高高兴兴地送她去上学 我咬着牙 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没人能认出我了 也没人相信我 在他们眼中 柳眠才是唐青营 我最爱的家人们都不认识我了 我悄无声息地离开家 转了个街角 遇到了柳眠的父亲 柳福生 他把我认成了柳眠 阴狠地笑着 小剑蹄子 终于找到你了 你还想跑到哪里去 他要把我卖给村里 一个50多的光棍做媳妇 我转头想跑 他捡起一块砖 将我砸晕 然后绑了我 在去乡下的破三轮车上 我清醒过来 悄悄解开了手上的绳索 趁柳福生不备 我跳下车 滚落山崖 失去了知觉 有水滴在我的脸上 良意唤起一点神志 我费力地抬起眼皮 发现自己仍然躺在牙底 浑身的骨头 仿佛都成了碎糯 疼得钻心 小慧不知怎么找到了我 他蹲在我身边 眼泪从他完好的那只眼睛里 滚滚落下 他想把我从牙底拖出去 但他泼了腿 使不上力气 你等着 我去找人救你 他气不成声 可是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温度越来越低 眼皮越来越重 呼吸越来越困难 我要死了 我如动着嘴唇 发不出一丝声音 谢谢你 谢谢小慧 给了我人生中最后一点温暖 我合上了眼睛 小慧让我明白 有的人虽生而不幸 也仍能保有良知 他比柳眠经历过更多悲惨 与他而言健全的身体都是奢求 但他从不嫉妒 不埋怨 宁愿被伤害 也不伤害他人 他竭力地活着 身在地狱 还想托举他人 可惜我不能重生到更早的时间 把幼年时的他带回家 或许是因为我 叫出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名字 小慧轻易就相信了我 我在家附近找了个酒店 用压岁钱带他住下 你先住这儿 还得等一段时间 我才能带你回家 然后我从他身上取了一点血 回家时 路过一个黑暗的巷口 我隐约听到了柳眠愤恨的声音 我说了 你别来找我了 借着月色 我看到了柳眠对面男人的半张脸 是柳眠的毒鬼爸爸 柳福生 柳福生嬉皮笑脸的说 绵绵跟爸回去 嫁给村里那个老王头 他愿意出十万块 他拉长了音调 十万块呢 你挣多少年都不一定能挣到 你就想卖了 我拿钱去赌呗 柳眠冷笑一声 急什么 等我和那个纯女人关系再好一点 他们家的钱就都能弄到手 柳福生并不满意 我现在就手痒了 你先对我搞点钱 不然的话 我就闹到唐家去 我撒破打滚 报警说他们求进我女儿 看警察管不管 柳眠 我才是你的亲爹 柳眠背对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听到她沉默了几秒 然后说 你等几天会有钱的 我想起我妈在家里 放了几万块现金备用 上辈子 她隐晦地问过我一次 有没有拿她的钱 我当时不明所以地摇摇头 没有多想 我妈便没有再提 原来是柳眠偷了我家的钱 于是我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装在她的房间 没过几天 于上钩了 我看着手机瓶里 柳眠趁在家里没人 悄悄摸进了我妈房间 她翻遍的每个角落 终于在一个包的家层里 找到两万块钱 在门口站了几秒 确认没留下什么痕迹之后 她退出了房间 关好门 我将录下的视频 火速发给我妈 喊她回家捉贼 我们俩在门口 堵住了正要出去的柳眠 绵绵 你干嘛去 我妈上下打亮了她几眼 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 柳眠白了不少 也风雨了些 穿着我妈买的崭新的衣服鞋子 毛躁发黄的头发丝 都黑亮了许多 一点也看不出曾吃过苦 哦 干嘛 我想出去散散步 柳眠直视着我妈的眼睛 若无其事 等会再去吧 我有事问你 我妈将她拉进客厅 在沙发上坐下 绵绵 我丢了两万块钱 你知不知道是谁拿的 她忐忑地搓了搓手指 脸上显出几分 受到怀疑后的委屈 干嘛 我不知道 您是觉得我偷拿了您的钱吗 我虽然穷 也不会做这种事 她煞有介事地 举起左手发誓 我发誓 没有进过您的房间 我一不小心笑出了声 你怎么知道 丢了钱放在我妈房间里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她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嘴却仍然是硬的 盈盈姐 没有证据 可不信随便冤枉人 我妈见过了监控 不吃这一套 目光落在她身后背的小包上 那是半月前 我妈送她的礼物 盈盈 你包里装了什么 她脸色煞白 看她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翻出手机里的视频 你仔细看看 你难道想告诉我 你在梦游呢 干嘛 就要把我绑回去 嫁给一个老官夫换彩礼 她的眼泪混着鼻涕 砸在我家地板上 我嫌弃的撇了撇嘴 我真的没办法了 干嘛 我不想回去 还差几天就要高考了 我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她颤抖着 从包里掏出两扎钱 放到桌上 我把钱还你 我爸说我不给她钱 她就要闹到家里来 我不想让她影响你 才做出糊涂似的 柳眠哭得情真意切 我妈沉默了半赏 还是很不下心 罢了 钱也还了 此事就不要再提 你在我家安心住到高考完 便立刻搬出去吧 我与你的情分就到这里了 柳眠哐哭了三个响头 抽噎着 我知道了 干妈 谢谢您 起来吧 以后别叫我干妈了 我妈脸上是未曾掩饰的失望与咽气 柳眠缓慢地伸直膝盖站起 我在一旁弯下腰 捂着肚子 冲着我妈撒娇 妈妈 能帮我煮一杯红糖浆茶吗 我肚子有些疼 我妈立刻将柳眠的事抛在脑后 去厨房找红糖 柳眠翘着这一幕 脸上挂着胃甘的泪痕 却冲我露出一抹恶毒的笑容 你等着吧 唐青莹 我装作没听懂的样子 耸了耸肩 然后我去了一趟一楼卫生间 把准备好的东西放进垃圾箱 出来后 我躲在暗处 看到柳眠也去了趟卫生间 不到半分钟她就出来了 手里钻了一包东西 逼急了柳眠 她才会主动咬钩 我满意地躺回床上 等待一切收网 高考完那天 回家路上 经过偏低处时 我被人绑架了 这一段 我可太熟了 被人捂着口鼻 拖进面包车时 我奋力挣扎了一番 虽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呼吸 我还是很快晕了过去 醒来时 我的手被捆在身后 脚上拴着铁链 嘴巴里塞着恶臭的抹布 眼睛也被蒙住了 这次我吸入的迷药叫少 提前醒了过来 刚好听到绑匪在打电话 两百万 你觉得你女儿的命 值不值这个钱 我警告你 你可别想报警 把钱给我乖乖送到这个地方 就能见到你女儿 绑架我的人是柳福生 上辈子 听到柳福生开口说话时 我才发现这一点 可惜没能活着逃出去 想来就算柳年 偷到我家的两万块钱 对一个赌徒来说 也是被水车刑 柳福生还是会铤而走险 绑架我勒索我妈 他能从我回家的路上 挑出一个适合下手的地方 柳年估计也出力不少 正猜测着 我听到了柳年阴冷的声音 你拿到钱 能不能让他消失 省得他回去后 报警找你麻烦 这荒娇屁领的 你和他又不认识 他死了 警察也找不到你头上 神不知 鬼不觉 柳福生冷哼一声 老子只要钱 我还讲点法律 杀人这种事 我可不做 他突然想明白了什么 得意的笑起来 你是不是想让我弄死他 既可以名正言顺的 在唐家道女儿 又可以握住我的把柄拿捏我 真是个坏种啊柳年 不过老子告诉你 你这辈子 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寒意浸透了我的骨髓 柳棉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他没再说话了 但我几乎能想象到 他脸上的微笑 他肯定在想 等他顶替了我 就能彻底摆脱柳福生了 柳棉很快离开 柳福生接了个电话 说了句好 给你听听 便把手机伸到我耳边 扯掉了我嘴里的抹布 盈盈 盈盈 你还好吗 盈盈别怕 妈妈马上救你 手机里传来我妈交几个声音 妈 我还好 我冷静地说 还记得我们的手机 有什么区别吗 别耍什么花样 柳福生把电话拿开 不耐烦道 听到了吧 我只要钱 你要是报警 可别怪我撕票 两百万 现金 不连号的钞票 这个数字你们家也出得起 我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你把钱送到 柳福生拿着电话 走到了屋外 我妈很胆小 她唯恐 我有什么损失 不敢报警 上辈子 她真的想方设法 凑了两百万现金 送到指定地点 好在柳福生倒也守诺 我妈很快就按她说的 找到了被捆着的我 事后她想报警 一是找不到帮我的人是谁 二是慌万下 忘记留存证据 最后竟无计可施 我曾教过我妈 她的手机有通话录音功能 而我的没有 希望她能听懂我的暗示 录下证据 妈妈带着爷爷奶奶 找到我时 哭成了泪人 她把我搂在怀里 盈盈 我已经没有你爸爸了 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我可怎么办呀 我想起上辈子的事 一时赶怀 也跟着嚎啕大哭 回去的路上 我问她有没有录音 她伸出手指 点了一下我的额头 破提微笑 幸亏你妈反应快 都录下来了 要去报警吗 我摇摇头 先别急 我还需要一个证人 她满脸疑惑 我只好告诉她 我的猜测 妈妈 你没想过吗 为什么绑匪盯上了我 怎么知道 我放学回家的路线的 她沉下脸来 是和柳棉有关系吗 上辈子 我告诉她我的猜测时 她还不肯相信 我们帮了棉棉那么多 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我回家哭着求了一夜 对女儿的保护欲 终于战胜了她的善心 她才愿意把柳棉送走 而这次 经过了前面的数次失望 不用我说 她就想明白了 这个狼心狗肺的玩意 回家后 我就把她赶出去 回到家 柳棉也在假惺惺地哭着 她上来抱住我 盈盈姐 你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我妈把她推开 淡淡道 柳棉 从今以后 我停止对你的资助 你现在立刻离开我们家 柳棉愕然地望着我们 为什么 你干了些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一片清白交替 急切地辩解 阿姨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妈失去了耐心 我不想多说 趁我把你送去监狱之前 赶紧滚吧 柳棉看我妈心意已决 虽然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 还是咬住嘴唇 又跪了下来 阿姨 我可以走 但您可不可以留给我一晚上的时间 收拾准备一下 我明早就走 上辈子 我妈提出要柳棉走时 她也是这套话术 当时我妈同意了 一觉醒来 她已经偷天换日 纠战雀巢 我变成了柳棉 走的人成了我 她现在打的 正是这个如意算盘 我又怎好拒绝 于是我笑眯眯地劝我妈 妈 她说的也有道理 大晚上的遇到什么危险 我们也说不清 让她明早再走吧 我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还是点点头 柳棉眼睛里闪烁着 胜券在握的光芒 第二日一早 我趁着天色未亮 去酒店找小慧 暗想门铃 开门的却是柳棉 她翘生生地看着我 露出我从未在柳棉脸上 见过的温暖笑语 柳棉的巫术果然生效了 等她一觉醒来 就会发现她和小慧交换了人生 她变成一个邋遢的 残疾的流浪汉 她曾习以为常的一切 也都变成奢望了 影影 我的眼睛看得见了 顶着柳棉模样的小慧眨眨眼 又踢了踢完好的双腿 我的腿也好了 说着说着 她仰起嘴角想笑 眼泪却躺了下来 我抱住她 身体健全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 小慧在我肩头乌业 谢谢你一命 我从没想过 还有这一天 她抬起头来 有些不安 可是我占用了这个身体 那原本的主人 我安慰地拍拍她的后背 不要有负罪感 小慧 她原本是打算这样对付我的 她还想杀了我 我对小慧说完了我的计划 带着她回到我家 家里一片混乱 阿姨正拿扫帚把一个人往外赶 我妈则在打电话报警 我想报警 今早有个陌生人闯进了我家 定睛一看 住家阿姨拽得正式瞎了一只眼 裹了一条腿的小慧 她死死抱着沙发腿 不肯撒手 无助地哭喊 阿姨 阿姨 我是柳眠 不 我是影音呀 阿姨 你怎么不认得我了 我拉着柳眠的手 故意夸张地说 妈 这人是谁呀 怎么在我家 我妈见到我 松了口气 你这孩子 一大早跑出去干什么 我也不认识 不知怎么跑到咱家 我看她神志也不太清醒 一直胡言乱语 小慧茫然地看着我和柳眠 嘴里喃喃念着 怎么会 怎么会 我弯下腰 巧声问她 这不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是你干的 小慧声嘶力竭地叫喊 起身想抓我的脸 但她忘记自己拨了条腿 失去平衡 重重摔在地上 我妈忙把我拉开 别离那么近 她是个疯子 小慧尾顿地倒在地上 门外响起呜呜的警笛声 警察踏进门来 我妈忙迎上去 警官 我一醒来 就看到这个人在我家里 我根本不认识 地上的小慧 绝望地想替自己证明 不 我是柳眠啊 阿姨 求求您相信我呀 您从小自助我 看着我长大的 警察看着她 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妈看看她 又看看站着的柳眠 越发觉得她病得不轻 我去屋里找了面镜子 出来时 对着柳眠使了个眼色 她会一体点点头 走到警官面前 警察叔叔 我想自首 警察诧异地看着她 什么 自首 前几日 我的父亲柳福生 威胁我告知她 唐青莹具体的样貌 放学时的路线 已经把钱给了她 换回了唐青莹 警察神情凝重 你有证据吗 我妈立刻反应过来 我这里有通话录音 柳眠是人证 您还可以去追查柳福生 那里的赃款 她现在估计 正在地下赌场挥霍呢 地上的小慧难以置信 她抬头看了一眼柳眠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不 警察先生 您别听她乱说 她是骗子 她是骗子 我才是柳眠 我玩下腰 把镜子递到她眼前 要不你仔细看看你是谁 她正正地看着镜子中陌生的脸 颤抖的手指摸上空洞的眼窝 触电般猛然缩了回去 她狠狠推开镜子 惊恐又疯癫地叫着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柳眠 我是唐青莹 我是谁 她边哭边叫 开始大口大口抽气 结果一口气没喘上来 晕厥过去 警察无奈地叹了叹她的鼻息 见她只是晕厥 便把她拖了出去 我们会把她送去做精神鉴定 如果有问题 就送到专门的机构看管治疗 至于你们刚刚说的是 跟我去派出所做一下笔录吧 警察在地下赌场找到柳福生时 他正一把推出桌上的筹码 大喊道 老子有的是钱 再来 他们在她家找到了剩余赃款180万现金 又在赌场的账目明细上 确认她一天输掉了20万 加起来正好是200万 人赃并获 后来经法院审理 柳福生犯罪事实成立 柳眠虽有协助犯罪的行为 但念在其没有成年 长期受柳福生灭带胁迫 并非自怨 事后又有自首情结 受害人及家属愿意谅解 遂不予追究 我终于把柳福生送进了监狱 她没办法再来影响小慧崭新的人生 至于柳眠 听说她接受不了自己变成小慧 彻底疯掉了 我妈一直奇怪于柳眠为什么会自首 脸面怎么突然变了 她为什么愿意自首 你什么时候和她关系那么好了 我早就编好了说辞 柳福生太坏了 为了摆脱她 我和柳眠联手演了出戏 我才不要告诉我妈 上辈子她都认不出我 害我流浪街头 吃了那么多苦 最后含冤而死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去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柳眠的成绩刚刚过本科县 小慧正好可以用她的身份去上学 她哭着对我说 盈盈 我从没想过 这辈子还能有机会上学 被录取后 小慧立刻办理了入学贷款 找了份兼职工作 从我家搬了出去 我妈挽留她住下 被她拒绝了 她眼睛里一闪光 阿姨 我四肢健全 对凭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的 您对我的恩情 我将来一定会报答 我送她离开时 拍拍她的肩膀 你毕竟只读了几年小学 缺课太多了 我还得给你恶补一下 她用力地点点头 那先谢谢唐老师了 目送她登上公交车 我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喊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过年要记得回家 她冲我挥手告别 嘴角的笑容上 挂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